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批評 警方依靠民事訴訟和法院的權威才敢清場 野金中佔領區 中信大廈分別在報章刊登 和在大廈外面張貼臨時禁制令的內容 張家儀報導 成功向法庭申請延長臨時禁制令的 中信大廈原告人在報章刊登有關通告 列明法庭的禁制令是禁制任何阻止妨礙 或者阻礙原告人的代理人 清除和移走中信大廈出入口的障礙物 同時通告表明有需要時會向警方尋求協助 又指如果有人妨礙阻礙執財主任 執行禁制令內容 可能會構成違反有關命令和妨礙司法工作 如果不停止行動 有可能會被警方拘捕 被帶到法庭作進一步指示 中信大廈外也將貼了 已獲高等法院概章的禁制令通知 而在下午未見有執達離道場清理障礙物 在中信大廈停車場前面的鐵馬鎮和早前就大致相同 集會人士繼續以交索帶綁好鐵馬 預留行車通道給車輛駛入 一輛運載裝修物料的貨車 下午先經農匯道 其後駛入中信停車場 過程順利 集會人士反應平靜沒有上前阻撓 另外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認為 警方本來已經有足夠權力清場 現在如果要以靠協助執達離才行動 是反映出政府心虛和無能 背後基本上就是警方自己不敢用自己的權威 來去執行相關的公安條例 而是現在就要靠一個民事訴訟 還要靠法院的權威才夠膽去進行清場 其實如果警方有這個決心要清場 根本就不需要等候這個民事訴訟之下制領 他表示佔領人士要有心理準備 隨時會清場 至於應對清場的方法 基本上同意用非暴力的原則 亞洲電視記者張家儀報導